大家伙儿都在说,让小萨试试PVZ3,小萨也是听劝的 顺便体验下,这究竟是香味的巧克力,还是巧克力味的香? 先说画风,三代整体的画风肯定是偏低零化的 这个3D建模说实话有点廉价了,甚至不如很多同人游戏做得好 嗨,你别说,台湾不久居然遇到了这个丁耙 一代老文家应该很怀念吧,我觉得二代就应该把这个加进来 能自己选择装扮自己的庄园就很不错 这种模式的参与感也更强一些 说起画园,那可有太多可以聊的了 什么时候画园可以回归就好了 其实不一定要说以前的玩法,做成DIY经营类的也不错 这么多的迷雾也是逐渐解锁的 哈哈,这后画园一打开,好多的垃圾啊 这个爆裂葡萄和二代的使用完全不一样的 这个位置和功能来看,倒是和二代的神器有一些相似雷同了 至于这个关卡加速,直接就给咱们用了 二代里面,那可是需要VIP啦 最后是完整体验一个关卡咯 另外铲子在哪里呢,小沙找了半天没找到 是要之后解锁吗 我们下期见一下 我们下期见一下 三代慢慢来,不急不急 有没有已经打通三代的同学来说说 你觉得目前的游戏体验如何呢? 咱们都来交流交流 咱们都来交流交流 没关系 我们下期见一下 今天我们下期见到